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來,卡爾,卡爾,卡爾,你看嗎? 那我說話嗎? 你要把Youtube聲音關掉 我現在關了,關了 來,卡爾,你好,安幾歲哪裡人? 現在是26歲,山東人 好,來,這位山東,卡爾,你想說什麼? 首先,我覺得戰爭是非常殘酷的 我今天就講三個主題吧 一,剛剛就有人講,我們在軍事上已經形成對美國的全面優勢 所以就為什麼不打 第二個就是說,最近因為農夫是安全的事情很火 就是關於極端民族主義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講一下,主要是講這兩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對待台灣 首先講一個就是 現在講這個就講戰爭非常殘酷 跟大家發張圖啊 我網上搜的,剛剛搜的,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Discord發一下 嗯 哦 發了,就是 黃朝武功繼聖 講的是在清朝的時候平定準嘎爾 這字太小了,你用講的好了 來,你說 準嘎爾就是,現在有個地方叫做準嘎爾盆地 準嘎爾盆地是新疆的一塊地方 那個地方呢,是 就是,就是原本他是,就是原朝之後蒙古他被打散了 打散了之後 他就一部分是那個達達,一部分是瓦剌 然後後面就蒙古人形成了一個叫準嘎爾的帝國 然後那個清朝攻打他的時候 就把,就把當地人全殺光了 你可以這麼理解 他那,他的那個就是什麼 就是,他的這邊裡有一段話就是 十厄魯特,射我兵威 雖有百事千戶,莫敢當 呼其壯丁出,以次戰路 就是說 清朝的軍隊到達了準嘎爾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當地的人 雖然說他有幾百個人 但是他不敢反抗 就,父女就乖乖地叫你們把家裡的壯丁全部叫出來 然後他們就站在那裡 讓我們清朝的士兵直接一個一個 把頭全部砍了之後 把所有的父女,父儒全部衝到軍隊裡面 擄到內地 大部分的這個父儒在路上就會死掉 大部分男子直接當就地格殺 然後就是說 戰爭是非常殘酷的 如果說那個台灣要跟我們進行戰爭 你最好就是台灣最好想清楚 然後就是說 講完這個事情之後 再講一個南北朝的事情 也簡單兩句說完 就是 之前有個詩叫做 什麼叫做 救食王蟹唐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是是是是 《资政通奸》裡面有一段話叫做 《春燕歸朝與陵墓》 什麼叫春燕歸朝與陵墓呢 就是說春天的時候燕子飛到了樹林裡面去 飛到樹林裡祝朝 很多人不理解這意思 我把讀一下全完 《衛人繁破難掩徐清濟六州殺略不可勝計》 《丁撞者之家斬劫》 《婴兒灌於塑上》 《盤舞以為戏》 《所過郡縣》 《赤地無魚》 《春燕歸朝與陵墓》 意思就是說 《衛人》他到了南邊的時候 到了南野徐這些地方 到了地方到處殺人 丁撞男子直接殺掉 婴兒灌在樹上面 大家玩樂 然後把房子全部燒掉了 因為沒有房子 所以燕子沒有地方住朝 只能夠住在陵墓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讀完這句話之後 再想一句那個詩 《救食王謝堂前宴》 《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是什麼意象 所以戰爭是非常殘酷的 所以我呢 因為戰爭非常殘酷 所以我還是不希望 我們兩岸之間保持和平的狀態 好 說完這個事情 然後繼續講一下這個 因為戰爭非常殘酷 所以你不希望兩岸保持和平 因為你希望台灣接受這個殘酷 是不是 我覺得德不配位必有在樣 台灣人得到了 台灣人不配擁有和平 好 說完了 因為戰爭殘酷 所以我不希望兩岸和平 然後說完了這個之後 講一下為什麼 就是過去 我們明明在東亞已經形成對美國絕對優勢 為什麼還不打 很簡單一個道理 英國他為什麼要退出歐盟 因為他在歐盟他覺得自己過得不好 你什麼時候感覺到德國他要退出歐盟了 你什麼時候感覺到德國說我一定要退出歐盟 有人就是有德國的領導人還這麼喊 你在歐盟裡面過得很不錯 為什麼我要退出歐盟 一句話 現行的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國 為什麼我要破壞 讓我覺得我受益的國際秩序 很簡單一個邏輯 舉個例子 過去英國他攻打中國為的是什麼 也不過就是讓中國他的那個關稅減減降低 關稅降低 然後就是說我們上面先賣進來 但是現在中國就不需要去攻打美國 美國就會自己把關稅降低 只要我們對他同等降低關稅 也就是說我們實際上拿到了 在過去用戰爭才能拿到的東西 同樣的過去路上有海盜 或者說大家各自進行貿易保護主義 我把我的關稅提高不讓你的貨進來 你把你的關稅提高 把不讓你的東西進來 同樣的還有類似的就是殖民地 這塊殖民地是我的殖民地 你的商品就賣不進來 對吧 現在呢 我們不需要殖民地 全世界就是我們的殖民地 我們的商品就可以直接賣到了非洲 你並不需要去攻打它 航線不需要我們去維護 是美軍在維護 我們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承擔世界秩序的成本 但是卻拿到了世界秩序的好處 前段時間贊比亞還是什麼地方 就是非洲它出現了一個抵制中國獲的一個 抵制中國獲的一個運動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中國人在當地開了一個東西賣咬子 就是那種葫蘆狀的那種咬水那種咬子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咬水的那種咬子 我們中國在當地 咬水的 OK 咬的咬水那種葫蘆狀的 從中國的沿海 做好了之後運到非洲 比當地還要便宜 比當地的 就是比他們當地的還要便宜個好幾倍 當地生產的便宜 所以當地的商販 比當地生產便宜 他們生產不了 他們不是當地生產的 二道販子 他們二道販子過去賣 然後有人他就直接賣過去 結果這些二道販子就把這個包圍了 把這個中國城什麼包圍了 他們為主不讓你賣了 我想說一件事情就是 過去啊 沒有加入WTO的情況之下 是要戰爭你才能讓它降低關水 我們現在不需要 什麼東西都不需要付出 東西就可以自然地賣出去 換而言之 我們是沒有動力去改變現行國際秩序 就算兩岸不同意 我現在過得還不錯 我為什麼要著急破壞現行國際秩序呢 就是我既然現在過得還不錯 日子過得還挺好的 我幹嘛要著急去打仗呢 我幹嘛要主動破壞這道 國際秩序呢 現行國際秩序主動的破壞者是誰 其實美國啊 是美國一手拆了拆了WTO 現在就是說現在美國的這個 WTO的那個法院啊 現在法官都不夠了 就是因為美國一直阻撓他上任 因為他那個法官需要大家 大家統一審批他就不批 結果搞了這個法官人數不夠 就沒法開庭了 為什麼 你WTO只要開庭去審判中美貿易戰 那你猜猜他會怎麼判 百分之百就是你美國違規了 其實上之前就有劇友大家可以自己搜 對吧 所以是美國在拆之血 就是大家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美國他中國不是一個反美的國家 嗯 中國是一個親美的國家 中國就是 現在中國 基本上還持有大量的國債 我們並不是一個美國以戰爭的態度 就是我跟你你死我活的這種態度來對待美國 是很大程度上我們跟美國的關係有點像 有點像什麼關係呢 有點像隨唐的關係 嗯 就是 李淵他李淵他在隋朝的時候 是什麼是八度國之一 他在隋朝過得很不錯 為什麼要造反 嗯嗯嗯 只有過不下去了我才會想起來要造反 是現在的問題跟中國就是很類似 我現在的商品畅銷全世界 那為什麼我要主動的改變這個狀況呢 哪怕美國你對我加徵了關稅 只要現行秩序能多維持一天 嗯 那就多維持一天 就是我們哪怕承擔一定的成本 也願意把現行國際秩序維持下去 這個的表態是在什麼時候做出的呢 嗯 2018年的貿易戰 嗯 其實美國他對中國加了很多關稅 但中國仍然願意就是說 把這個秩序繼續維持下去 就是哪怕是你對我加了很多關稅 這個秩序不公平 不正義 還是把這個秩序維持下去 因為現在 就是現在這個我在現在的規則裡玩得挺舒服的 為什麼我要改變呢 嗯 那為什麼就是我知道這些 為什麼我還是主張我們要暴力打破這個秩序呢 就是你想不想在這個秩序裡維持是一回事 這個秩序不管你願不願意已經維持不下去了 就是你可以就是很多人可能過去認為 嗯 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過去的到過去2015年是中國的黃金年代 嗯 沒錯 但是黃金年代已經結束了 不管你願不願意你要接受這個現實 就是現行國際秩序會在未來五年十年崩潰 崩潰的會越來越快 嗯 而且就是由我們來主導 所以不是說不是說你想不想的問題 就是這個現實 美國這套秩序已經玩不下去了 嗯 不管你願不願意它都玩不下去了 嗯 所以就是一 你繼續想要跟美國維持這套秩序 然後跟這個秩序一起陪葬 它進墳墓你也進墳墓 二你主動的去改變 其實我說哪怕像現在這樣子 就是中國可以把商品賣到全世界 然後借助美國的還有全世界的科技 然後大量的科技可以科技投資進入中國 保持現在這種狀態有什麼不好 沒什麼不好 只要它能無限的維持 其實我也不是那麼討厭 嗯 甚至只要中國過得好 統一的事情可以往後放一放 實際上過去就是這樣子 嗯 中國現在之所以怎麼說 不著急統一 就是因為中國人過得太好了 經濟差一點 路上餓死幾個人 馬上那個民意就起來了 那到時候台灣人才會變得慘 所以就是說不著急統一 就是因為過得好 心裡有這種感覺 就是各個國家它極端民族主義 它起來的時候 都是人民過得不好的時候 就像納粹 就是人民過得不好 他才會搞納粹 你過得好 那極端分子他中途是少數啊 大部分人日子還過得去啊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中國人普遍 還過得挺不錯的話 那台灣人也會過得挺不錯 如果中國人已經活不下去 到真的活不下去的地步 那我說的那些對台灣人的政策 也不是沒有可能去執行 嗯 然後講一下那個 我對台灣人的一點想法呀 嗯 就該怎麼治理台灣 第一個就是說 呃 哦對了 先講一下最近熱 SORR吧 花兩分鐘講一下 SORR啊 我認為美國 就是最近 那個我認為美國它最強大的時候 就是90年代 它那個時候應該是最強的 嗯 90年代之後爆發了互聯網革命 對吧 嗯 互聯網革命之後 現在到現在30年過去了 美國經過互聯網革命 變得更強了嗎 嗯 沒有 就是大家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想像一下 90年 30年前 40年前吧 30年前 美國沒有爆發互聯網革命的時候 美國很強 爆發了互聯網革命之後 美國跟中國的差距拉小了 嗯 那咱們就可以做出個客觀的邏輯 就是說 美國即便它爆發新一輪的科技革命 過去 它也沒有拉大跟中國的差距 嗯 甚至於它現在自己國內的政策 因為互聯網受到了極大的撕裂 嗯 就是因為它那個互聯網 就是過去 那個因為傳統媒體原因 像川普這種人他是崛起不了的 對 所以但是因為有了新媒體 反而造成了極大的撕裂 把川普給捧上來了 是 所以 是互聯網加大了 它本來就有撕裂 加大了它的撕裂 嗯 所以我就說 美國經過互聯網革命之後 它的地位反而下降了 嗯 就是很多人覺得馬上第五輪科技革命要爆發 一爆發瞬間滅一箭 就可以 直接把那個什麼來著 把那個中國給滅了 中國那個美國經過互聯網革命之後 更弱了 更虛弱了 跟中國差距更小了 就算美國現在爆發新一輪科技革命 可能只會讓中國超越速度變得更快 嗯 就是 是 從現在的結果來看 只說結果 就是美國沒有管好互聯網 嗯 美國過去一直在講互聯網自由 互聯網自由 你還記得嗎 就自由互聯網 互聯網無國界 他自己 不管他嘴上怎麼說 他已經變成中國這套了 中國黨是 中國講了什麼 是互聯網主權 他講的是互聯網自由 嗯 現在他的實行的政策是自由還是主權 嗯 是主權 也就是說 他花了30年 最終採取了跟中國一樣的政策 嗯 不對嗎 這就是說 即便美國他爆發了新一輪科技革命 也不意味著他就千秋萬代了 也不意味著他就千秋萬代了 然後就講一下 那個 我講一下那個對台灣的政策 首先就是 英國過去能打贏 一戰二戰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印度人 美國他之所以打不贏越戰壓克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沒有一片印度 嗯 所以我們其實中國未來需要干涉對外政策 對外進行干涉的時候 需要一個地方能提供源源不絕的兵源 這個地方經濟發展最好差一點 不能太好 太好的話我們需要他的撫虛金他死了 要給他撫虛金 這地方經濟發展要差 第二是窮山惡水 嗯 第三 就是因為窮山惡水 他們就有很很強的素質 而且來之能戰 戰了死了 死了 死了就死了 嗯 這個地方 英國就有 就是印度 英國有想著要建設印度嗎 沒有吧 嗯 他想著是掠奪印度 對 現在英國的人均GDP是人均4萬 嗯 對吧 那美國他沒有一片印度 所以他摔落這麼快 這麼幾十年他就不行了 是 我們要以史為建 我們要找一塊土地 這塊土地人口最好有兩三千萬左右 嗯 然後他經濟發展不需要多好 他身體發展就是要差 這個地方窮山惡水 他只能討生活 嗯 讓給他一點很微薄的工資 他覺得當兵也不錯 然後讓他們為我們上戰場 死了就死了 其實也無所謂 嗯 死了 因為這個地方本來就高生育 因為他經濟發展差 高生育率 高死亡率 嗯 其實我們未來一定會碰到這種情況 就是外國 外國他 我們中國在外面開公司 他就把我們公司給沒收 這種情況以後一定會遇到的 我們需要出兵 嗯 出兵我們就會遇到本地死人的情況 有這麼一塊兵源來保證我們對他的統治 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應該把台灣看成是我們的一個小印度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用它來征兵 然後當地的人死 是吧 殖民地的意思 對殖民地 然後把它用它來征兵 嗯 他不需要經濟發展的好 他經濟發展差一點 這樣的話 撫恤金可以給的很少 嗯 就是因為軍隊他有個基本的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就是 軍隊如果你想要招人才進來 而不是叫招 招什麼那個殘疾人之類的 嗯 就是說你要把社會平均 比較優質的人招進來 你的工資水平要高於社會的平均水平 嗯 而不要低 那你如果你的國家 就打個比方 你一個去企業裡面工資一個月一萬 你去軍隊八千 那優質的人才就會去企業 而不是去軍隊 嗯 你能招的就是實際上是被篩選過一遍了 現在台灣其實就面臨這個問題 嗯 你正常的有有才能的人 你為什麼不去企業呢 你賺的不是更多嗎 是 就飛行員來說 大陸這邊給的這個飛行員 就是你是來我們這邊做機師 機長 明顯比你坐在軍隊裡面 那個工資要更高 那為什麼我要去開飛機呢 去台灣開飛機呢 嗯 它是有個吸引的一個效應的 是 所以把台灣的生活水平給壓低的話 我們只需要付出很少的錢 就可以讓台灣最優秀的人來給我們賣命 嗯 所以台灣的生活水平不能太高 嗯 也不需要高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關於白鈴彈的問題啊 嗯 還有地雷的問題 伊拉克 美國一直在伊拉克使用白鈴彈 什麼叫白鈴彈 就是這個東西只要沾到你身上一點 它就會不停的燒 直接直到把你的骨頭給燒了燒出來 嗯 所以這個東西是禁止的 但是美國它一樣在伊拉克使用 嗯 然後關於地雷的問題 現在老挝還有幾百萬的未爆雷 嗯 幾百萬 這是我們修鐵路的時候會遇到這些問題 但你可以搜一下老挝地雷 你就能搜到 嗯 美國現在老挝還有幾百萬地雷 所以導致老挝它有個很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它有農田 但它沒法種 有農田 但是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地雷 而且它這種地雷是很小的 就跟眼珠那麼大 就跟玻璃球一樣大 嗯 你放在裡面走一下突然就炸了 然後你腿就沒有了 嗯 你還敢去種田嗎 嗯 如果我們把這樣的地雷撒到台灣的農田上 那台灣還敢去種地嗎 不敢 那台灣的產量 農田產量 糧食產量就會大幅度下降 還要我們來運給台灣人 我們就可以控制台灣的幾個港口 比方說台北 嗯 比如說基隆 嗯 然後我們給台灣人攻擊糧食 那如果說台灣人不聽話 可以適量的少攻擊 少攻擊20% 或者30% 嗯 讓台灣人自己去搶 嗯 那這樣子的話 就算以後中國衰落了 台灣也沒法獨立 因為需要我們的糧食 嗯 所以台灣的糧食不需要自己自主 也不能不自己自主 不需要你們自己自主 嗯 糧食不要那種資產 需要我們給你攻擊糧食 嗯 然後你要是人不開心了 我們就少跟你攻擊糧 讓你當地自己想辦法清除一下多餘人口 嗯 其實怎麼清除那是你們的事情 嗯 然後講一下那個 講一下那個極端民族主義的一個問題 嗯 嗯 捷克你這邊可以搜一下美國442不兵團 美國442兵團 嗯 嗯 美國在二戰期間 是大量爭掉了日裔美國人 嗯 日本裔美國人來進行戰鬥戰爭 他不 他就說他認為 他的認為就是我跟日本人打仗 你們這些日本裔的美國人 都是間諜 都是潛在的間諜 你想證明你不是間諜 上戰場 你不上戰場 那你是不是間諜 把你給抓起來 嗯 所以這些這些日本裔的美國人 非死即殘 嗯 所以我覺得 在中國的台灣人 你們應該第一時間上戰場 證明你的忠誠 我剛剛搜了一下 就是那個金門有5萬人口 然後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有15萬 5加15的有20萬 嗯 當然這裡面有老弱病殘孕 這20萬人裡面有老弱病殘孕 當然還有可能其他的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的是常住的 有一些臨時過來 比如說捷克你旅遊過來了 嗯 那你沒記在這裡邊 就是這20萬人口是在中國的台灣人 嗯 長期住的 短期的不算 你們這20萬台灣人都拿武器 給我在統一的時候上戰場 你們不上戰場 那你們就是間諜 那你為什麼不願意上戰場 不管你是男性還是女性 是50費以上的都過上戰場 嗯 然後包括孕婦 前幾天我看了個新聞 就是烏克蘭那邊有孕婦他上戰場 嗯 孕婦也可以上戰場 我覺得當然你要是想生完蛋上戰場 也可以 就是讓台灣人為我們去打台灣人 我們可以給他發武器 死了那就那就死了呗 嗯 至少他證明了他不是間諜 那如果不 如果是你不願意上戰場 那就證明你是間諜 那你既然不是間諜 你為什麼不願意上戰場呢 嗯 我剛剛講的就是美國 在打日本的時候 從事的行為 美國他榮譽最多的就是這個442兵團 它是最賣力的 嗯 但是也是美國人最少提及的 嗯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 對於長期居住在 中國的台灣人 他都有可能是間諜 嗯 你把他抓起來 讓他去上戰場 不願意上戰場的 就是間諜 但是有一些短期的 比如說捷克你這樣的 你短期來來在台灣 在中國 然後你還沒來的機會去 那你這樣的就是百分之百的間諜 直接就地格差 就不用管其他的了 啊 而且你也是死因台獨分子 所以我比較了解你 啊 殺你肯定沒有殺錯 好繼續講 講哪裡來著 台灣人上戰一戰 殺台灣人 嗯 然後講那個極端民族主義的這個問題啊 嗯 就是成果仁事件 這個你知道了 我覺得你應該知道 之前好像講過 對吧 嗯 成果仁事件 就是 在90年代 38年前的時候 美國 他看到了 有一個 就是說 有一個人 他像日本人 就當街把他用球棒把他給打死了 嗯 然後宣判結果是這樣子 判處埃本斯25年刑期 但是過兩年埃本斯上訴成功 25年判決無效 嗯 最後的結果就是密西根州 判那個 判那個 判那個賠償這個 200 判這個 判這個埃本斯 賠償這個 華裔 就是他以為這是日本人 實際上這是華裔 就成果仁 嗯 每個月付200美元 最後 埃本斯殺了成果仁之後 只付了3000美元 就打死一個人 只付了3000美元 嗯 這就是結果 結果就是 因為 了解歷史人都知道 上世紀是美國反日的一個高潮 嗯 反日的時候 當時的 那個美國人就當街殺日本人 所以我認為 極端民族主義的一個標誌就是殺人 你不殺人 你叫什麼是極端民族主義啊 嗯 你廣上喊兩句口號你就極端了 那不行你得殺人 嗯 因為美國他最近 前兩天也有行為 就是殺華裔 嗯 因為你是中國人所以打你 所以我們的極端民族主義 所以我們的極端民族主義 不是說你那個 農夫山權賣兩句是要殺人的 你人死沒死 沒死 說明中國不夠極端 這基本的邏輯啊 嗯 就是你得殺人的 你人們都不殺你 叫什麼極端民族主義 第二是財產的問題 嗯 就是你首先你從這個民間層面 你要大不 你要大規模的攻擊外國人 不是說你含量就行 你得殺人 嗯 這是基本的 第二點就是說 你要沒收財產 就是印度跟中國打62年戰爭的時候 沒收了大量 中國在印度的財產 嗯 美國也是這樣子好做的 所以基本的邏輯就是沒收財產 所以我們如果說是極端的話 就是政府層面要出財 去沒收這些人的財產 其實說實話 現在美國對中國具有限制 就是限制中國人到當地構定 很多州的法律 對吧 嗯 那這是不是極端民族主義 所以極端民族主義的判定標準 第一殺人的問題 嗯 不殺人不極端 殺了人才極端 而且殺了人之後要輕判 嗯 記住 美國的一個埃本寺 殺了成果人之後 只付了三千美元 沒有坐牢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嗯 所以中國的 以後的民族主義 就是當街把台灣人給殺掉了 賠個兩萬塊錢 結束了 也不需要坐牢 這叫極端 不過沒發生這種事情 這說明什麼 說明我們不夠愛做 美國之罪這麼強大 就是因為每次他跟外國做罪 美國他跟其他國家做罪的時候 他就是不僅是說 我跟你唐皇上能打 他要殺你的人 嗯 當街把你給殺掉 然後輕判 我們也要有這樣的愛國心 向美國學習 當兩岸統一的時候 關注一下我們周圍的台灣人 啊 我們的政府也要給 這個法律上便利 這才叫極端民族主義 你人都不敢殺極端什麼 嗯 你人都不 你人都不敢殺 然後也不輕判 這叫什麼極端 嗯 太溫和了 嗯 我剛舉的是美國的例子 是因為美國是很多人心目中東塔 這不是說其他國家沒有 一樣的 嗯 只要開戰 或者說跟外國關係不好 第一 就是殺人 有老百姓殺人 第二是墨出財產 政府出財法律 按出財產 允許你們墨出財產 第三點什麼 當街打燒日本貨 嗯 不僅是民眾打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什麼 參議員眾議員 也在鏡頭面前到處砸 而且做同一個節目就 就是弄砸日本貨 而日本 那個產量不好 所以說我希望看到大家 就是這種極端民族主義 就是要我們的政府官員 比如國務院的 或者說是這個商務部的 去燒這個台積電的這個芯片 嗯 這叫極端民族主義 沒有這麼做 只是民間自發的行為的話 我覺得 這不算極端 這挺正常的呀 嗯 未來如果有一天 我們當街殺日本人 或者說當街殺外國人 沒收他們的財產 逼他們上戰場 說明我們和美國人 一樣的愛國 跟印度人一樣的愛國 實際上現在大部分的人類 都是這樣的 嗯 但是我們 中國就沒有這種情況 這說明什麼 說明我們不夠愛國 嗯 嗯 美國他最強大 就是他的人民 有強大的愛國心 他遇到這種情況 百姓會會上 所以他在強大 如果我們不學習美國的話 說實話我們很難變得 就是未來像他一樣強大 所以我們大家要接受這一點 而不是說遇到事情就只摘 嗯 我說完了 好 好 謝謝你啊 謝謝卡爾 謝謝你的分享 OKOK好 拜拜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 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 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